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你一定知道我们中国人把自己叫做炎黄子孙 那这个称呼是从哪里而来 我们为什么要尊称皇帝作为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呢 这个事儿就要归功于世纪了 虽然皇帝一直被尊为华夏的祖先 但实际上他只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 从现代考古学上很难证明皇帝这个人物的真实存在 但是分享和流传这些传说 能让我们形成一种血脉相连的群体意识 我可以不太夸张的说 多亏了司马迁的这篇五帝本纪 让中国人从先秦分裂割据的 秦楚旗烟的各地百姓 变成了天下一家的汉人 这就是传说的力量 也是史记的力量 好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史记是怎么创造我们华夏民族最初的记忆的 司马迁又是怎么把皇帝塑造成华夏民族共同祖先的 皇帝并不是最古老的帝王 在五帝之前 还有另一波上古帝王被称作三皇 分别是神农士 福西士 碎人士 后来人们经常把这些上古帝王并称为三皇五帝 那个时候皇帝家还不是统领天下的大王 当时的天子就是三皇里的神农士 也就是传说里头尝过百草的神农士 皇帝他们家呢 一开始还只是神农士手下的一个诸侯而已 司马迁在史记里头明明已经提到了福西士和神农士 可是奇怪 史记却没有从三皇开始写 而是把皇帝当成了历史的开端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啊 司马迁编写史记 并不是把所有的故事都拉到篮子里做成菜 他还有一个选择的标准 那些荒诞不经的传说 他一概不用 而是只采用那些相对来说比较能让人相信的材料 神农士福西士这些更古老的帝王流传下来的大多是神话 可信的叫少 司马迁呢 干脆一刀切开 就从武帝开始讲 司马迁在为皇帝写传记的时候啊 着重写了皇帝三件了不起的功绩 第一件功绩 是皇帝在版权之战中打败了欺负弱小诸侯的炎帝 炎帝啊 也是当时的一个诸侯 我们老说炎皇子孙 一定觉得炎帝和皇帝是好哥俩吧 那你可就想错了 在神农士执掌天下的晚期 神农士失去了对诸侯的控制 结果诸侯之间互相吞并侵扰 打的是不可开交 这就有点像东周春秋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 天下一片大乱 在乱世当中啊 皇帝训练军队 帮助神农士讨伐不服从的诸侯 炎帝不服气 结果皇帝的军队跟炎帝在版权这个地方进行了拉锯战 传说皇帝还训练了熊皮虎豹这些动物来处阵 终于打败了炎帝 树立了自己的权威 版权之战以后呢 皇帝又打败了神农士诸侯当中最大的刺头 赤油 赤油啊 原来是最凶暴的一个部落 战力也最强 皇帝在捉路这个地方 跟赤油大战了一场 史称捉路之战 这就是司马迁写的皇帝的第二项攻击 那关于赤油的各种传说也很多 比如赤油被皇帝杀死以后头被砍下化作了滔铁 这就是中国妖怪的老祖宗啊 不过呢 这些传说实际里也没有采纳 经过了版权和捉路这两场大战役 天下的诸侯纷纷感激皇帝重新安定了天下的秩序 败倒在他的赫赫武威之下 大家一起拥戴皇帝 取代了神农士 成为了新的天子 版权之战和捉路之战 已经是非常辉煌的胜利了 但皇帝当了天子以后 治理天下才是他最了不起的第三项攻击 史记说皇帝在拙路建设了都城后 没有贪图安逸 而是带着自己的部队以营仗为家 奔波于天下的每一个角落 东面到大海 西面到空同山 南方直达香水之宾 北方击退了外族的侵略 凭着他的不懈努力 终于奠定了古代华夏的边界 万国和平 到处都是祥瑞 古人认为这个新王朝有土德之锐 土是金木水火土五行之一 古人认为这五行相生相克 会影响王朝的命运 而土的代表色是黄色 因此公孙宣远才有了皇帝这个尊号 那既然皇帝并不是传说当中 第一位上古帝王 那为什么他会成为了我们民族 公认的祖先呢 刚才说了 根据史记讲述的皇帝的功绩 他奠定了华夏的疆域边界 换句话说 咱们的这份家业啊 最早就是皇帝给挣下的 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 之所以我们把皇帝看成是民族先祖 这还是要归功于史记 那是因为史记后面讲述的上古以来的王朝和重要的诸侯 他们的祖先居然都可以追溯到皇帝 夏商周三代王朝 在史记里 他们的祖先都是皇帝的后代 统一六国的秦 南方的霸主楚 居然他们也是五百年前从皇帝传下来的一家人 不仅仅是这些中原列国 就连东南沿海的越王勾建 还有北方游牧的匈奴 史记都把他们说成是夏的后代 那从夏朝算起 他们跟中原各国一样 同样是皇帝的子孙 这真是称得上天下一家 那这个说法靠不靠谱呢 我们不从基因的角度来评论史记 我只想先在这儿说一点自己的想法 史记把皇帝说成是不同王朝不足的先祖 这是在秦汉大一统帝国 天下一家的历史背景里 提出来的一种伟大的构想 在这样一个空前的统一国家里 人民之间更重要的是团结 而不是纷争 皇帝这个祖先形象 其实就是在两千年前开始塑造我们中华民族的足体了 或许我们在血缘上并不能连接在一起 但是我们有共通的文化认同 祖先认同 这种凝聚力是可以超越种族 超越血缘的 不管皇帝的形象是从先秦就已经存在的 还是从史记才开始塑造出来的 他作为中华民族 人文出祖的地位是永远不会动摇的 那关于史记当中的皇帝传说 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想借最后的机会啊 再考考虽说皇帝是咱们的共同祖先 但他到底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呢 这个答案可以通过版权和捉路这两个地方找出来 那里附近算得上是皇帝不足的发祥地 找到了答案就请分享到留言区里吧 下一讲我们要讲的是皇帝的两位子孙 姚和顺 善让天子之位的故事 你可能听说过姚顺善让的故事 但是你不一定知道的是啊 这个故事在历史上还有另一个版本 那个版本可并不是那么美好 这里面藏着什么秘密呢 咱们下次再说吧